各位朋友大家好 我是台大医院张上纯医师 自从武汉肺炎疫情发生以来 许多人为了你我的健康 配合政府居家隔离或居家检疫的防疫措施 而被限缩了行动自由 我们不应该害怕或排斥这些配合的人 要多给他们一些支持与鼓励 同时也提醒居家隔离 或居家检疫的民众 请配合政府的规定 确实做好与外界隔离 以保障周遭亲友与社区的安全 也免得受到处罚 不管疫情如何变化 大家都要有正确正向的态度 不要彼此贴标签 我们要互相包容互相协助 才可以守护台湾的健康 观众朋友大家好 欢迎收看中家新闻 我是蔡小军 新闻一开始呢 要先带你来看翻转城市风貌的议题 新北市政府发出了都更三件 以都市更新示范街道环境改善计划 筛选出板桥林家花园周边建筑物 及县民大道一带进行示范标的 并选在林家花园的周边 进行光雕仪式 以数位以降的方式 呈现建筑物改善的过程 透过建筑物环境景观再造 为福州古城区注入新活力 3 2 1 光雕设计启动板桥林家花园周边建筑物 闪耀光芒 让人目不转睛 欣赏这一片光彩美景 翻转城市风貌 新北市政府发出都更三件 选出林家花园和县民大道一带 以城市景观绿美学概念 重新再受优化 新北市长侯佑主持林家花园竣工典礼 强调都更的第二件 要让道路两侧越变越美 本都是破破烂烂的城市都市的面貌 重新做一个都更的改变 让我们从城市美学的规划里面 由社区住户跟新北市政府一起努力 让我们的大楼的面貌 用拉皮的方式重新再说 都更第二件发射 针对翻转城市风貌 以及促进地方发展 从去年三月 选定林家花园周边进行 征得住户百分百同意 从设计规划施工到新建 让城市美学改变房子的外观 也为府中古城区注入了新活力 希望市民好朋友 社区大家能够一起努力来营造 让自己的大楼的外观 用拉皮的方式 去年进行都更第二件计划 萨保官就介入协调了 新型天然气提出了补偿方案 要保护住户的消费权益 我准备要洗澡又听到广播说 已经没有瓦斯了 对那个时候是后续的 真的没听错洗澡 陈清新北市议员张伟茜 中和一带大约有一万多户受影响 主要集中在南市和原山地区 我认为说他这样子的处理 其实算是有诚意的 那至于赔偿方案 折抵三日的基本费 以及三日的平均使用 我也是觉得勉强可以接受 但是最重要的是 清晰天然气一定要针对 这样子的一个进气 还有供气的问题 做一个彻底的监讨 天晴没热水洗澡 住户快爆气 消费权益受损的情况下 在市府小保官介入调查后 新兴天然气重宽认定补偿用户 包括扣减三日基本费 和平均使用费 另外张伟茜表示 消息曝光后 还有位在补偿礼别的华星礼 内南礼以及景福礼 将会由小保官和新兴天然气 进行商议 保障消费权益 记者林立如新北报道 再带你来看 过年又吃的年糕 象征年年糕生 但是传统的做法 在食用时要裹上蛋糊油炸 这料理上是费工 再加上现代人讲究健康养生 因此这个传统年糕是越来越不受青睐 因此永和一家老字号面包店 花了半年的时间 研发红豆烤年糕 维持传维持传维持传统的味道 让民众健康奖滴滴过好年 红豆烤年糕出炉了 诶 年节应景美食的甜年糕 不是得用蒸的吗 怎么是用烤箱呢 永和老字号面包店 过去卖的是传统年糕 却从销售树之上 看出现代人口味改变了 不爱油炸的甜年糕 转而花半年的时间研发烤年糕 同样是红豆加上糯米粉 改用西点面包烘焙做法 烤箱200度烤75分钟 烤出年节的应景美食 我们最做的年糕呢 就是要把低糖少油 然后又可以硬应景 然后让人家再过年过节 吃到这个步步高深的年糕 一刀切下烤年糕 内馅就是大家记忆中熟悉的底柜 而最外层则是用西点面包烤法 有着一层酥脆的饼皮包裹着 店家以健康养生 不甜不油腻 跟上现代人的养生选择 不用裹粉 不用油炸 直接吃 软Q不甜腻的口感 让人一口接一口 它很Q而且不太甜 而且吃到芝麻香气 跟一般传统年糕差在哪里啊 传统年糕吃过蒸过 就是很黏 可是烤过的好像没有那么黏度在 Q度很多 好吃吗 嗯好吃 Q然后香 对它不会太甜 对 跟一般传统年糕还比呢 传统年糕喔 嗯 传统年糕的话它就比较 好像比较淺一点 它这个就还好 硬颈要吃吗 嗯 一方面是硬颈 一方面也听说这 先买这个很好吃 年糕象征年年糕生 带有吉祥喜气的祝贺意味 店家说过年讨喜气 年糕一定要吃 然而时代改变了 贺年的食品也应该要变化 以万当红豆加上糯米粉 做出少糖少油的红豆烤年糕 硬颈更能健康 甲滴滴贵喝泥 记者李立如新北报道 再带你来看新北市警犬出任务喔 三五五五五 os 走 来找出来 好 二三二七 毒品藏在哪里 新北市警犬们出任务 别想骗他 以为藏起来就找不到了吗 受过严格训练的警犬 当然不会被糊弄 凭着灵敏的嗅觉 找出被藏起来的毒品 警犬们第一次出席 新北市副议长陈宏元 举办的熊妈记宝贝警察营 示范执勤 茶器毒品的可爱模样 即刻会被他们圈粉 他找到之后 我们训练的方式就是 盯着不动 你也不能去抓他 你也不能去装他 因为爆裂物撞了会爆炸 你就跟我讲 盯着不动 就是在那里 就是在那边 所以他刚刚有没有看到 他盯着不动 开演唱会啊 还是什么 去查爆裂物 还有抓走私毒品 这些非常危险的任务 就是他们深恨的 所以我要让 喝了小朋友 但是他们 给他们鼓励 说每只警犬的粉丝都比你多 那是当然 那是当然 因为 还有一个 动物他是最自然的 每个人都会喜爱他们 他是没有国界 他没有党派 没有颜色的 警犬们仍气旺 粉丝团追随者众多 难得有机会参加警察营队 示范勤务工作 真的是头一次 让亲子们包围在身边 其实他们执勤的时候 相对需要比较安静的环境 借此机会也让大人小孩 上了一堂警犬工作 试进课 三个地方有警犬队 第一个是新北 第二个是台中 第三个是高雄的宝山 不知道人问我说 是每一个警察都有配一只警犬 没有 像我们新北市 7000多个警察 只有28只警犬 所以是很少的 新北市警察局警犬队 某某样的警犬们 执行勤务以茶器枪械 毒品和爆裂物为主 或是执行专案勤务 首次出席警察营队的任务 表现亮眼 尤其和林犬员互动时 磨蹭讨抹的模样 真的会被他圈粉 直呼好可爱 记者林立如新北报道 接下来要带你来看 但台东凤梨世家盛产季节 却因为疫情的关系 而影响了外销通路 为了不让农民的辛劳白费 台东县长柔庆林 北上推销凤梨世家 西美市长侯友宜说 好好吃哦 一定会大力推荐 凤梨世家盛产期 在每年的12月到3月 柯柯硕大饱满 甜度破表 并且含甲梨子锦铭 维生素B和维生素C 好吃的台东凤梨世家 九成九都是外销 想吃还不一定买得到 但今年受到全球疫情影响 外销通路全封闭 台东县长柔庆林 要帮世家农找出路 专程北上 联手市长侯友宜 告诉大家 现在吃最重要的是 不吃辛苦从台东到新北到各地 去卖宿佳的现场找不到 所以要叫他一名翁来色翘女王 翁来色翘女王 这真的不太感动了 那只一味你怎么知道 不是你刚才说的 穿梨好吃 哎哟 人情味啊 那个人情的 隆隆的台东人情味在这里 侯友宜称赞 但饶庆林用心 特别给了一个称号 凤梨世家女王 因着饶庆林带着农民朋友 全台跑透透 推销凤梨世家 这来自台东的好味道 真的是用心 而他要当团购王 市民朋友透过电商购买 嘉义员多一箱 或是到新北农会 直接采卖 我们已经五千斤了 那我们再加码 让市长加码 好 加什么码 加码 让市长加码 加我加码 市长收到我做到 你们家资产多少 都挟在这边 有没有放一次把人家吓跑了 而且一下买太多 你也没那么多货 我看只有百分之五 要不要出来 有好语 这个 大老兄 您 果菜公司比较内行 不要给他太痛苦的回家 还可以心啊开心的回家 你们觉得加多少 比较适当一点 加一倍 加一倍没问题 加一倍没问题 没问题 要倒一万啦 千斤万斤不如打来 好好吃一万斤 没问题 凤梨世家现在吃金中西 侯友宜当起团购王 带领新北市民朋友 用行动支持台湾最好吃的水果 记者林立如赵世渊 新北报道 为了要鼓励长辈多出门走走 新北市永和区中西里就举办了共餐 特别准备了许多热食 另外也提醒长辈睡觉时 要把外套放在棉被外 有防温度落差的效果 来到中西里活动中心 准备参加共餐的阿公阿嬷 全身薄紧紧 毛帽手套全都有 这几天寒流一波波 实在太冷了 一定要做好保暖 而这样冷的天气 全台猝死人数超过百人 代表新北市议员林斐凡 参加共餐的蔡丁武秘书 特别教导保暖妙招 睡觉的时候把外套放在棉被上 你如果不是这样滚 这些衣服 不让你放在那儿烤 你如果咬下去 咬下去之后 你因为起床就会把它放进去 去便宿都没看过 对啊 去便宿 蔡丁武秘书传授保暖妙招 避免起床后闻茶落差大 猝死几率高 提醒老人家一定要学会 另外里长谢春兰和共餐志工 准备一桌子热乎乎的饭菜 细心叮嚀长辈们要多吃点 我们今天够一盆菜 因为我们这个 我们总体的胖姐 你知道没有胖妙啊 精彩色啊 他奉命了一个木儿 够一盆菜 我们今天又吃咸咸汤 咸咸咸汤 吃火烧烧 让大家吃火把 回去可以睡在中午就好了 寒流接连强西台湾 低温特报进入急冻 就怕老人家怕冷不出门 又可能长时间久坐 促使几率提高 透过共餐活动 为他们准备热食补充能量 度过这一波寒冷冬天 记者李立如新北报道 以上就今天的中佳新闻 也欢迎您到中佳新闻的脸书 及YouTube按赞 就能及时获得最新的在地新闻 另外我们也与FM轻松电台96.9联合直播 欢迎准时收听 非常感谢您的收看 我是蔡小军 祝您一切平安 我们再会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各位朋友大家好 我是台大医院张上纯医师 自从武汉肺炎疫情发生以来 许多人为了你我的健康 配合政府居家隔离或居家检疫的防疫措施 而被限缩了行动自由 我们不应该害怕或排斥这些配合的人 要多给他们一些支持与鼓励 同时也提醒居家隔离或居家检疫的民众 请配合政府的规定 确实做好与外界隔离 以保障周遭亲友与社区的安全 也免得受到处罚 不管疫情如何变化 大家都要有正确正向的态度 不要彼此贴标签 我们要互相包容 互相协助 才可以守护台湾的健康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